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这台就是这个 Lexus 的 中型轿跑 Lexus RC F RC F 呢它搭载的是这个 5.0 的 V8 自然进气引擎 呃 虽然说在这个年代自然进气引擎已经很少见了 但是它的实力还是相当的出色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看这辆车的外观 由于这个是小改款的版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车头 采用这个三条式的设计 整个头灯组是很精致的 Lexus 的强项其实就是在它的头灯组 你可以看到每一款Lexus 的头灯组 它的设计都非常的精致 很特别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引擎盖 哦 Carbon Fiber 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个散热孔 因为 V8 的引擎热量大啊嘛 还有它这边也是有这个真的散热孔 来帮助它这个散热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 哟 你看这个刹车盘多么的大 然后红色的这个卡切的 哇啦哦 这边还有一个 F F 代表的就是 富士山 Fuji 因为他们这个 Fuji Sprayware 是 Fuji Speedware 是这个Lexus 的 他们的车款都是在那边进行测试 然后因为它是轿跑车型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两个门而已 OK 我们往后看 鲨鱼其中间线就不用看了 看一下这个 Carbon Fiber 的尾翼 哇 看啊 噢 电到我 Curban Fiber 的尾翼 很大个哦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维灯组 这个维灯组 这个L 代表的其实就是 Lexus 他们很在意这种小细节的设计 叫 Lexus LRCF 打开 其实它还有一个很不错的置物空间 虽然它是叫我的 但是还是有个很不错的置物空间 给你放东西 呃 放一个高腹球杆应该没有问题啦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看 这个排气管 下面这一个 呃 隔风的也是 Carbon Fiber 的 双边双出的排气管 很难得哦 这台车在美西亿应该很难很难看到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 可以靠我们就看 OK 打开这一个车室 车门很大 因为你后面要给人家上车 然后这边也是这一个 Curbon Fiber 可以看到 这个 红色 啊 撒气十足 这个 赛车鱼 然后这边还有脊皮 Alancada 对吗 你记错了吗 脊皮跟红色的皮革混搭啊 哦哦哦哦好舒服 然后这个排档杆也不一样 它是一个八速制排便就像 然后这个 Lexus 经典的仪表 这边也是有一个 App 然后整个内装的质感 其实它跟 iX 很像很像 只是呢 这一代的 iX 没有 iX 的版本 然后基本上它的后座是不大能做人的啦 这个是它的后座空间表现 这一台车之前在马来西亚有贩售 只是现在可能因为销售量不高的关系 所以现在原厂没有引进啊 所以我们只可以望车星探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看的过瘾了就好对不对 OK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看下一台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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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